一起捞烏鸡来捞出 新北市水力局防汛演练选在南子沟抽水站进行 演习项目以天气做区隔 包括晴天降雨还有灾后准备三个阶段 总计13项演练 接着呈现最新智慧科技及闸门制动化工程等 新北市长侯友宜全程视察并与水力局长讨论 模拟气候异常新北市各地降下豪雨 全速8组抽水机组接更新完成 抽水机机具即刻运作 红隆隆的运转声新北市水力局防汛演练进行中 透过实际坚信萤幕了解 重视演练不断提升应变能力 预防任何状况都能即刻做出反应 预搓机制要提起 更重要的在同时 环境的真水制空就要出去寻查 除了真水制空寻查以后 我们的雨水的自动侦测区 包括积淹水包括下水道 用前面的监控 我们有100几个地方是淹水的监测系统的监控地方 雨水下水道的监测系统有56个地方 再加上我们CCTV装了100个地方 这些地方全部启动 全部监控 掌控所有状况 面对极端气候天气多变化 对新北市团队来说都是挑战 唯有做好事前准备 演练训练应变能力 才能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 市府快速应变 将伤害降至最低 守护市民朋友 为台风好与来临之际才能安心 记者曾经家板桥报导